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 镜像税额的确认和计算 了解了肖像之后 接下来就必须要好好地了解一下 我们的镜像了 前面跟大家说 我们的肖像是算出来的 对吧 镜像呢 镜像是要确认的 对吧 大部分要确认 少部分要去计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什么啊 销售方取得的肖像税额 就是购买方所支付的镜像税额 对吧 增值税的核心 就是用纳税人收取的肖像税额 去抵扣其支付的这种进行税额 其余额就是纳税人 实际应该缴纳的增值税的税额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逻辑 在第一节就讲了 那么为了体现增值税的配比原则 即构进项目金额 与发生硬税销售行为的销售额之间 应该有什么 有配比性 当纳税人构进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的行为 不是用于增值税的硬税项目 不是用于增值税的硬税项目 而是用于什么呢 用于减易计税方法的计税项目 对吧 减易计税了 对吧 减易计税你怎么能抵呢 对吧 你用于减易计税了 用于免税项目了 或者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了 我们把这四种情况称之为什么呢 减免服人 大家看到没有 就我们将来会经常提到减免服人四个字 就减易计税 免征增值税的免税项目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叫减免服人 对吧 经常讲啊 那么这种时候支付的进项税额 通常就不能从肖像税额中怎么样进行抵扣 说白了 你没有用于正儿八经的这个硬税项目啊 你用于减免服人了 你这个进项税额就不能抵了 这是通常情况啊 但是后边我们会看到一些具体的情况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啊 第一个首先来看一下 准宇从肖像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就哪些我们进项税额是允许从肖像中抵扣的 对吧 绝对的高频考点 对吧 绝对的高频考点 说白了 我们综合体要考的时候 可不就是要肖像减进项吗 你得知道哪些允许底啊 对吧 那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你才能去算数啊 对不对 所以绝对是每年必考的高频考点啊 第二个呢 就是不得从肖像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那么这个呢 在过去五年里边考了四次 绝对的高频考点 对吧 就哪些是不允许底的 什么情况就不允许底了 对吧 你要去看啊 第三个呢 就是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的管理 对吧 有一些异常增值税的扣税凭证 怎么去管理 对吧 这里面呢 在过去五年间考过一次 也是要注意的啊 三个考点 前两个特别重要 对吧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准以从肖像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啊 准以从肖像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呢 限于下列增值税扣税凭证上 所著名的增值税税额 和按照规定的扣除率 所计算的进项税额 对吧 那么这里边讲的比较全啊 就是要么呢 是扣税凭证上所著名的 直接凭票凭证来抵 对吧 要么呢 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的扣除率来计算 计算抵扣 对吧 这是常见的方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从销售房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包含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就你买机动车的时候 买车的时候啊 那么在这些方面 著名的增值税的税额 这些是妥妥的 就是专票类的 对吧 你拿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包含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上面的增值税额 这是可以抵的 第二个 从海关那个地方 拿到的海关进口增值税的 那个专用缴款书上 所著名的增值税的税额 这相当于是进口货物的 对吧 海关进口增值税的专用缴款书 第三个 自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的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或者境内的不动产 从税务机关或者扣交 义务人处取得的 代扣代缴税款的 完税凭证上 所著名的增值税的税额 对吧 就这种我们购进货物服务 无形资产了 对吧 那么这些方面的 完税凭证上所著名的 其实本质上 他们都是专票类的 所以凭什么票来进行抵扣呢 我们做了一个表格 给大家梳理一下 适用的情形能抵多少 我们来看 第一种就是针对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对吧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适用的情形 就是我们在境内采购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这是最普遍的 对不对 专票上边有多少 票面著名的税额有多少 就能抵多少 除非有加计抵减的特殊情况 我们后面去讲 对吧 通常就是有多少抵多少 然后接下来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就我们去购买机动车的时候 适用的情形比较简单 对吧 第三个 海关进口增值税的 专用缴款书 对应的是我们进口货物的 这个环节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凭票抵 凭你这个专用缴款书来抵 接下来完税凭证 完税凭证呢 就是从境外单位 或者个人购进的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或者境内的不动产 对吧 也就是代扣代缴的 那个增值税 对吧 也是你票面上 所著名的税额 可以抵 对吧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我们刚才没有提到 我们放在表格里的 收费公路通行费 增值税的电子普票 就那些收费公路 通行费 那些增值税的电子普票 是可以抵的 普票虽然是普票 也是可以抵的 它适用的情形 是支付道路的通行费 那么票面 住民的税额直接抵 接下来就是增值税的 电子普票 增值税的电子普票 主要针对什么呢 就是购进国内 旅客运输服务 对吧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票 比如说你们在滴滴上 拿到的增值税电子普票 那么这个是可以抵的 拿到你们公司里边 可以纳入进箱抵扣 票面是多少 就可以抵多少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方面梳理下来的 这个可以抵扣的 一些常规的情况 对吧 直接评票抵的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特定情况 针对什么农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 纳市人购进农产品 按照下列规定 来抵扣进箱税额 它比较特别 农产品的比较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纳市人购进农产品 取得一般纳市人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是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的 对吧 那么以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上 所著名的增值税税款 作为进项税额 说白了 如果你购进农产品 也拿到专票了 或者是从国外进口农产品 然后你拿到专用缴款书了 比如说我们进口大洞 对吧 很正常 后边 我们之前给大家 如果听过我之前的这个课 对吧 很好点啊 我们之前的入门的基础片 我给大家讲过 史上最励志的大豆船 对吧 就因为中美贸易摩擦 加征关税的那个时候 对吧 那我们就是进口农产品 很多农产品 我们是要进口的 对吧 我们是农业大国 但是要进口农产品的 那如果你能够拿得到 专用的缴款书 那就以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上 所著名的那个增值税的税额 做为什么 进项税额就行了 对吧 评票底吗 这很简单 这是最好的方式 跟刚才是一样的 对吧 复杂的在哪里呢 接下来第二个 如果你是从 按照减易计税方法 依照3%的征收率 计算缴纳增值税的 小哥们纳税人处 从这些小哥们纳税人那 拿到的只能是 3%的征收率 对吧 拿到的这种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怎么办呢 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所著名的金额 和9%的扣除率 来计算进项税额 注意 这个地方就是要什么 要用计算了 对吧 他不是品票底了 就你从小哥们纳税人那 他只能拿3%的征收率 但为了鼓励大家 购进农产品 对吧 然后去用于其他的事情 那么这个里边 我们就允许你按什么呢 按照发票上 著名的那个金额 计税一句 和9%的扣除率 因为大家知道 农产品通常是9%吧 9%的税率啊 对吧 就用9%的扣除率 来计算进项税额 这是一个特殊点 对吧 好 接下来第三个 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 或者收购发票的 但有些时候就是 你拿不到这个发票 都是收购收购的时候 直接开的 自己开的 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 对吧 自己填开的 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 这种虚开啊 税收流失的可能的啊 以农产品销售发票 或收购发票上 所著名的农产品的买价 和9%的扣除率 看到没有 一个是买价 然后用9%的扣除率 来计算你的进项税额 对吧 就拿到农产品销售发票 和收购发票的 像这种 用你的买价和9%的扣除率 来计算进项税额 都是要扣计算啊 然后第四点 购计农产品进项税额的 计算公式怎么算呢 很简单 就是用你的买价 直接乘以你的扣除率 就是你的进项税额 就行了啊 好 接下来第五个 对烟业税纳税 按照规定缴纳的什么 烟业税 这个我们后边讲 小税种的时候 还要专门去讲烟业税 但烟业本身也是农产品 这个大家要知道 烟业本身是农产品 如果你了解 我之前讲的一些课的话 你会知道烟业税 为什么要征 实际上是从农业税 发展下来的 对吧 就是我们在2006年 把农业税取消了 但是呢 只留了一个农作物要征税 就是烟业税 这位烟业是经济农作物 而且它对应的产品是烟 对吧 它的附加值比较高 对吧 然后它要控制啊 大家的这个消费啊等等 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最后把烟业 作为农业税里边 唯一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啊 它本质上也是农作物啊 对吧 所以也是放在农业的范围里的啊 对烟业税那时 按照规定缴纳的烟业税 就收购烟业的过程中 要缴纳烟业税 那么这个呢 是准与并入烟业产品的什么 买价来计算增值税的进项税额的 我们允许你把这个烟业税 算到买价里边去啊 并在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时候 予以进行什么 抵扣 那么购进烟业 法定的扣除率来计算 具体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就是烟业税的应纳税额 就等于收购烟业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去直接乘以你的税率 就是20% 烟业税税率20% 这个我们讲到烟业税 还要进步的去想 你大概知道它是这么算的 对吧 因为很简单嘛 好 接下来准与抵扣的进项税额等于什么呢 准与抵扣的进项税额 就等于你收购烟业实际支付的 那个价款总额 加上你这个烟业税的应纳税额 刚才不是算了应纳税额吗 对吧 你的价款总额加上烟业税额 然后把这里边放到一起 去乘以你那个扣除率 对吧 去乘以扣除率 就是你准于抵扣的进项税额了 好 这里边还有一个特殊点 我们后边讲到烟业税的时候 再来对比学习吧 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 第六个 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 构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 部分鲜活肉蛋 而取得的普通发票 就不能作为计算 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因为你要知道 在批发零售环节 我们是有免税优惠的 对吧 适用免征增值税的这种 政策的这种蔬菜 部分的鲜活肉蛋 部分鲜活肉蛋 你取得这种普通发票 是肯定不能作为 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的 特别强调 好 接下来第七个 表面上可我们写了一个新增 但实际上呢 这个内容早就有了 就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我们这个农产品 如果用于深加工的话 允许家计扣除的一个规定 对吧 家计抵扣的一个规定 但这个规定呢 就是在今年教材上 重新写了一下 在结构上更加充实了 据规定上更加具体了 所以算是一个新增 那作为一个相对来说 新增的东西 就有可能会去考译一下大家 所以大家还需要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就那时人购进 用于生产销售货 委托加工13%税率 货物的农产品 也就是说 你购进这个农产品 是用来做什么 深加工的 对吧 去加工13%的 这样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一个低扣高征的问题 就高征啊 你将来你是加工增值 加工这个13%税率的 你的销向税额 是要按13来算 而你的进向抵扣 只能按什么 刚才说9% 对吧 这就存在着一个 比较大的这种销向税 跟我们进向税的一个差别 为了平衡一下这个税负 鼓励农业的这个 这个这个行为嘛 对吧 因为第一产业不容易嘛 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 相当于是政策优惠 允许加机扣除 按照10%多一个点 对吧 原来正常9%嘛 对吧 现在按10%的扣除力 来计算你的进向税额 那具体的方法呢 可以分为以下两个环节 就这个地方 比原来更明确了 这算是新增的啊 就告诉你 这个操作是怎么做的呢 一是在购进农产品的当期 所有纳税人按照购进农产品 抵扣进向税额的一般规定 就刚才讲的一般规定 评票据实抵 或者是按照评票计算 按照9%的那个扣除力来抵扣 懂意思吧 所以你买进来的当期 我们是按照评票抵的 票上有多少就有多少 或者是评票计算抵的 按9%的扣除力 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你将购进的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 或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 对吧 用于生加工了 我确定你拿这个东西 是用于生加工了 要不然我哪知道呢 你刚买进来的时候 我哪知道你用于干嘛 对吧 所以你现在是用于做 13%生加工的了 我就允许你在生产领用农产品的当期 按照领用的农产品 再加计多少 一个点 加计一个点 加计一个1% 来抵扣你的进项税额 对吧 去抵扣你的进项税额 做一个加计扣除 这是一个特殊规定 好吧 那么纳税人购计农产品 既用于生产销售和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 又用于生产销售 其他货物服务的 应当怎么样 分别核算 用于生产销售 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 和其他的这种进项税额 说白了要分别核算 就强调你清爽一点 对吧 没有分别核算的 统一以增值税专用发票 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上所著名的 那个增值税的 这个作为进项税额 或者是 按照你农产品 收购发票和 这个销售发票 著名的农产品的买价 按9%的扣除率 来进行抵扣 就不允许你多那一个点 说白了 你没有分别核算 谁让你乱七八糟 你要清爽一点 分别核算了 我们就允许 对吧 允许你多进一个点 一个点的加进 好 上述购计农产品 抵扣进项税额的方法呢 注意 不适用于什么呢 不适用于一个 特别特殊的情况 叫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 合定扣除 试点实施办法中 购进的农产品 就刚才讲的 都是一般情况 现在接下来 我们会讲一个 特别特殊的情况 特别特殊的情况 它是什么呢 它来源于 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 合定扣除 试点实施办法 但这个办法呢 前几年考的比较多 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删减了 差不多了 但教材上 依然留了一点 依然留了一点 我们就要学 而且去年还真好了 对吧 就它是一个 当年想要去体现 进销项的匹配 就我拿了多少农产品 去生产多少东西 它强调你到底 投入了多少 它特别强调 这个匹配的原则 配比的原则 所以搞了一个 合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 但实际上后来怎么样 没有扩为 没有扩为 还是在试点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点 根据农产品增值税 进销项税额 合定扣除 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 自2012年的7月1号开始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销售什么呢 就是特殊商品 液体乳机乳制品 对吧 然后酒机酒精 以及植物油 就它擦 对吧 就是乳制品 液体乳机乳制品 然后酒还有油 对吧 就是奶酒油 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乳嘛 乳不就是奶嘛 对吧 乳制品 对吧 液体乳乳制品 就奶酒油 说白了就它擦 我们搞了三个行业的一个试点 如果你是这三类的 你去生产销售 这三类奶酒油的这种增值税的 一般那是人 购入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的试点范围 其购进农产品 无论是否用于生产上述产品 对吧 就我不管你购进来的农产品 是不是用来生产这个 只要你是这个行业的 对吧 你纳入了 只要你纳入了这个试点范围了 我不管你购进的 是不是真的用来生产 对吧 那么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均按照我们这个办法 规定的来进行抵扣 那么这个办法怎么规定的呢 规定的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对吧 非常复杂之后呢 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一句话 我们现在教材上删减的 只有一句话 就是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核定方法 包括什么呢 包括投入产出法 成本法和参照法 对吧 就这三种方法 然后呢 很多同学看到这之后 也会觉得啊 三种方法有什么了不起的 去年考了 综合体考的 对吧 综合体里面考了一问 问你啊 就农产品核定扣除 可以用什么方法 对吧 就考了这样一个东西 考的相对来说 有一点冷啊 稍微有点冷 对吧 很多同学这个分 可能是不好拿的啊 因为我们没有展开 去跟大家讲 什么叫投入产出 对吧 什么叫成本法 成本法好理解 对吧 然后什么叫参照法 参照类似的这种情况 对吧 然后投入产出 就投入多少产出多少 按照一定的这个配比原则 投入产出法 总之呢 现在呢 你在看到应该记得牢了 对吧 但是接下来 我们说今年不太可能再考了 去年刚刚考过 所以你大概了解这个知识点 就行了啊 就针对奶酒油 对吧 然后用投入产出法 成本法参照法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特殊规定啊 我刚才说了 我们当时想的很好 对吧 实现这个配比原则 体现你投入多少 产出多少 对吧 到底消耗了多少 但结果呢 试点呢 也不算成功 也没有阔维 对吧 也就放在这尴尬啊 好 当试点那是人购进农产品 如果你直接销售呢 对吧 如果你购进了农产品 直接销售的话 那么农产品增值税的 镜像税额 按照以下方法来进行 核定扣除 对吧 稍微讲了一下啊 他的核定扣除怎么做的呢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的镜像税额 就等于当期你销售的 农产品的数量 对 你销售的农产品的数量 实际上不等于你当期能够 你这个这个 镜像买了多少这种数量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会有损耗 会有损耗 要把损耗踢出去 就是你当期到底能卖多少 对吧 比如说卖了100斤100块钱 好 我们要除以一个什么呢 一减损耗率 把这个损耗的部分踢出去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表面上看是100斤 实际上除以一个一减多少 比如说这个损耗率是10%吧 10%这个损耗率怎么来的 下面解释了 损耗率等于损耗数量 够除以构金数量乘以100% 比如说损耗了10% 对吧 就是那你损耗了一个10% 一减1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90%啊 我们用另外一个数字吧 用20%吧 除的时候好除 对吧 一减2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80%啊 那么我们用当期销售 农产品的数量除以80% 实际上是一个1.25%啊 什么概念 就是当期我够进来的时候 应该是个1.25 125斤的 对吧 125斤的这种农产品 完了之后 经过损耗之后剩了多少 只剩100斤可以卖出去了 你理解了吧 所以你对应的 当期允许抵扣的农产品的增值税 的进向税额 你得换算一下 换算成当期你到底进来了多少 对应的是你现在卖出去的这些东西 对吧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配比 好 那么数量出来了 对吧 然后乘以农产品的平均购买的什么 单价 对吧 几块钱买的就是几块钱买的 这个东西没有损耗 对吧 然后怎么样 去做价税分底压 除以1加9% 乘以多少 9%啊 能理解吧 后边好理解 主要是前面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除以1减损耗率啊 我跟大家解释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了 通过这个例子马上就理解了 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讲 那么接下来呢 当试点的那时人购进农产品 如果用于生产经营 且不构成货物实体时 对吧 不构成货物的实体 比如说什么 包装物啊 辅助材料啊 燃料啊 低制一号品等等 那么增值税净项税额 按照以下方法来进行合定扣除 也是合定扣除啊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的净项税额 就等于你当期耗用了多少农产品 对吧 我就看你当期到底耗用了多少 你最后没有产生货物实体嘛 就按你当期耗用农产品的数量 乘以农产品平均购买代价 乘以你的扣除率 除以你的一加扣除率 对吧 做价税分离 没问题吧 还是那个道理啊 做价税分离啊 好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个特殊阶定 对吧 核定扣除啊 了解就行了啊 因为去年刚刚考过了 你说今年再马上再考一回 我觉得有点过分 是吧 第六个增值税 一般那时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 将全部资产负债劳动力 一并转让给增值税的 这个其他增值税的一般那时人 并且按照程序办理了 注销税务登记的 注销了 不干了 对吧 在办理注销登记之前 尚未抵扣的进香水额 可以截转至新的那时人处 继续抵扣 对吧 就你资产重组的过程中 将全部的资产负债劳动力 一并转让给其他的一般那时人 对吧 按照程序你就注销了 你这个实体就没了 对吧 那么在办理注销登记之前 你还有一些 没有抵扣完的进香水额 可以截转到新的那时人处 继续抵扣 因为人家直接给你承接过来了 对吧 一并转让过来 不就完全承接过来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方面 第七个收费公路通行费 增值税的抵扣规定 对吧 这一讲到收费公路的通行费了 那时人支付的道路 乔闸通行费 按照以下规定来抵扣进香水额 我们来看具体的规定啊 第一点 那时人支付的道路通行费 按照收费公路通行费 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上 前面讲到了 对吧 增值税的电子普票上 所著名的增值税 税额来抵扣进香水额 你拿到的是普票 但是可以抵 对吧 因为你针对的是道路通行费 第二个 那时人支付的桥闸通行费 暂平取得的通行费发票 不含财政票据啊 发票不是票据 对吧 然后这个上面所著名的收费金额 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 可以抵扣的进香水额 对吧 这个时候就要计算抵扣了 就你过桥 过闸 过这种地方的通行费 按照你通行费发票上 那个著名的收费金额 对吧 然后用这个金额干什么呢 我们认为它是含税的 要做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的时候 用多少的征收率来 前面讲过了 这个玩意是不动产 对不对 所以是除以1加5% 乘以5% 就桥闸通行费 可以抵扣进香水额 就应该按你著名的这个金额 除以1加5% 做价税分离再乘以5% 这就是你可以抵扣的 它是计算抵扣 是吧 用你那个金额 用来计算抵扣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界定 第八个 按照规定不得抵扣 且未抵扣进香水额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 发生用途改变了 用于允许抵扣进香水额的 应税项目了 就原来呢 按照规定啊 它是不得抵的 也没有抵 对吧 那现在呢 放到用到你这个 正常的生产经营了 对吧 用于允许抵扣进香水额的 应税项目了 可以在用途改变的次月起 下个月啊 像这种细节要记得 对吧 考试的时候就可以考你 对吧 我就在综合体里边就问你一句 说我这个这个7月份 我这个固定资产啊 用于正儿八经的这个 生产经营活动了 原来呢 我们是用于这个减免服人的 专用于减免服人的 现在呢 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是可以抵扣的 那我就问你几月份可以抵了 对吧 在用途改变的次月按照下列公式 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香水额 对吧 我就看你这样一个点 可以把考的足够细 对吧 因为税法考了这么多年了 说白了 除了横考点之外 对吧 有一些点啊 就是要考的越来越细了 对吧 要出其不意嘛 它是要跟你躲猫猫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应试 它就要反应试 是吧 可以抵扣的进香水额 就等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净值 净值除以一加 适用税率 乘以适用税率 也就是说用你 现在还剩多少 对吧 之前的已经没了 计题者就已经结束了 现在还剩多少呢 可以抵扣的 对吧 除以一加适用税率 乘以适用税率 还是做价税分比 对吧 作为可以抵扣的进香水额 好 第九个 纳税人租入固定资产 不动产 既用于一般计税方法 计税项目 又用于减一计税方法 计税项目 免征增税税的项目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也就是减免扶人的 那么进香水额 准于从销向水额中 全额抵扣 注意了 如果纳税人 租入了这种固定资产 不动产 它是既用于一般计税 又用于减免扶人 换句话说 它两边都用着 它是兼用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全额抵扣 允许你全额抵扣 这是一个特别规定 我们后面还会看 第十个 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 以实务赔付的方式 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 这个特别官 特别重要啊 就很喜欢考 因为后边还有一个 现金赔付的 就拿这个东西来忽悠大家 来干扰大家 就提供保险服务的 这种纳税人 以实务赔付方式 来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 自行向车辆修理 劳务提供方 构进的车辆修理服务 对吧 其进向水额 可以按照规定 从保险公司的消消税额中抵扣 这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各位同学你们开车 对吧 摩擦刮蹭是难免的 发生了摩擦刮蹭之后怎么办呢 就出险呗 报警 对吧 出险 出险呢 你要去把车放到4S店 请4S店给你修 然后走保险的方式呢 是有不同的情况的 对吧 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保险公司 直接去帮你购进 这样一个车辆修理服务 从4S店购进 也就是用食物赔付的方式 来承担你这个 机动车辆的保险责任 还可以是什么呢 用现金 支付现金款给这个4S店 然后去承担这种车辆保险责任 总之最终呢 都是由4S店帮你 把这个车给修了 当然现实中也有一些 是找一些小的店 对吧 小的店呢 4S这个保险公司 愿被承担就保住了 对吧 因为小的店便宜好多嘛 4S店嘛 价格贵太多了 对吧 一般的店可能1000块钱解决 4S店嘛 差不多是2000 3000 4000 都有可能 对不对 越贵的车 它的增加值就越高 对吧 人工成本就越贵 那么镜像税额呢 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以实物赔付的方式 就相当于你购进了镜像 我们就允许你抵扣 但如果是现金的方式 后面大家会发现 不允许抵 说白了 现金这个方面 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猫腻 对吧 我不能确定 对吧 你到底是支付了多少 就没法按照这个东西 来进行抵扣 而实物赔付是允许抵的 要注意啊 后边还会看到 那么那时候提供的 其他财产保险服务 比照上述规定来执行 对吧 除了车之外的其他财产保险 类似的规定来执行 好 第十一个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镜像税额的抵扣规定 这个就是我前面梳理 这个镜像税额 不断扩为的这个过程中 我讲到的 对吧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是前几年刚刚落地的 一项减税降费政策 这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限于于本单位 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 你必须是跟本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的 以及本单位 作为用工单位 接受的劳务派遣的员工 所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的服务 对吧 就要么是真正的自己人 要么是跟你签订了 劳务派遣的这种合同 对吧 劳务派遣的员工 也算是相当于你的自己人 你可以称之为 视同自己人 他们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然后取得了合法的票据 就可以做镜像抵扣 对吧 那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 严格限定是为什么 说白了 就是为了防止避税 对吧 比如说 你像正在听课的各位同学 将来你们真的走上工作岗位 或者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 成为单位里边的 这个财务中间力量 财务总监 将来你们企业做内讯 请格老师去给你们上课 比如说异地不在上海 你给我订了机票 或者订了高铁票 那么格老师给你的这个机票 高铁票是你花的钱 对吧 你出的你出的钱买的单 但是你拿过去 能不能抵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你们单位的人 不是你们企业的员工 哪怕劳务派遣也不是 对吧 不是的 我们之间是一个什么 劳务关系 没有劳动关系 懂我意思吗 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限定 就是防止有一些企业 一年请格老师300多回 对吧 弄了格老师300多张票 来抵扣 对吧 这就控制不了了嘛 这就有问题了 但是300多回也不现实 好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方面 做了一个严格的限定 好 那么纳市人允许抵扣的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 金项税额是指什么呢 纳市人于2019年4月1号 及以后发生的 为什么呢 说白了 改革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你们看到一些特别的识点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不理解 说为什么要从这个识点开始啊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改革 是从这开始的 那改革能不能不从这开始呢 当然可以 但现实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不是说这个时候才具备的条件啊 往往不是 对吧 说不定比如说3月1号就具备了 但为什么通常是4月1号呢 因为3月份开两会 能理解吗 对吧 你会发现很多减税降费的新的政策 都是从4月1号之后开始的 为什么 因为3月份开两会啊 开完两会之后 我们国务院布置好了工作 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就要落实啊 就要出政策了 3月份接下来就要出政策 出完政策告诉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用 4月1号之后使用 对吧 但有一些用按年来计算的 比较合适的有一些税额 就会追溯到什么 1月1号就开始享受 懂意思吗 很多会追溯 但更多的可能从4月1号之后 才会享受 包括我们有没有讲的 关于留底退税的一些特别的规定 对吧 你就能理解那个特殊的识点 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对吧 你了解现实 你会发现很简单 好 2019年4月1号 即以后发实际发生 并取得合法有效增值税扣税凭证 注明或依据其所计算出来的增值税的税额 可以理解啊 那么待会要去讲哪些可以抵啊 对吧 是直接评票呀 还是计算抵扣 待会要讲啊 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票 为增值税扣税凭证的 你们来看 要么专票 要么增值税的电子普票 比如说滴滴的那个普票 对吧 那么是2019年4月1号 即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票 说白了 都是改革之后才能用啊 就这个逻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如果那时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毫无疑问就看你的专票 评票底 对不对 但如果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怎么办 我们就暂按以下规定来确定你的进箱税额 怎么确定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 那时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著名的税额 作为进箱税额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著名的购买方 名称 那时识别号等信息应当与实际抵扣税款的那时一致 否则不宜抵扣 对吧 就说白了 我们允许用什么 增值税电子普票 对吧 电子普票可以抵 但是呢 我们要求你这个言行一致 对吧 名副其实 你必须要一致 否则不宜抵扣 比如说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些购买方的名称 那时人的识别号等等相关的信息 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增值税的电子普票 第二个 取得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 形成单的 说白了 飞机票的形成单 形成单 那么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进箱税额 航空旅客的运输的进箱税额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票价加燃油费 燃油附加费啊 就是除了你的票价还包括一块特别的就是燃油附加费 然后用这个作为你的全部价款 做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的时候 价格那个税率按什么呢 按1加9% 按9%正常的税率来做 除以1加9%乘以9% 这是航空 你妈妈 他做的比较规范 因为待会你会发现公路票水路票就不用9%了 他就没有那么规范 我们看到航空比较规范 飞机票嘛 一般来说金额都不低 对吧 公司也比较大 做的都比较规范 票价加上燃油附加费很清晰 你会有一个形成单写的清楚楚 对吧 用这个来计算底扣 这就是计算底扣 对吧 好 接下来第三个 取得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 就你那个铁路票 对吧 铁路票啊 那么铁路的火车票 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的进项税额 就等于你票面金额 你那个火车票上的金额 除以1加9%乘以9% 因为他们都是含税的价格 对吧 价税合在一起的 所以要做价税分离 也是按9% 因为那个也很规范 你看他的票做的就比较漂亮 是吧 比较规范啊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用9%的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取得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的 说白了 这种票就没那么规范了 你们去做公共汽车 对吧 你们去做长途汽车 给你的那个票啊 看起来就比较劣质 对吧 当次就不够高 是吧 然后水路票呢 一般的这个票也不是特别好看 对吧 做水路的用的少 是吧 但是呢 如果这个在长江上沿江而下 对吧 从武汉直接顺流而下 来上海的也有的 是吧 从南京过来的 从重庆来的都有啊 那你这种有水路票 OK 我也是允许抵的 对吧 那这种时候我抵的时候呢 因为你不够规范 现实中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征收率 对吧 就是你的票面金额 除以1加3% 乘以3% 这是特殊点 一定要注意的啊 这前边飞机票 火车票都比较规范 规模也比较大 都是大公司 对吧 然后就是1加9% 除以乘以9% 对吧 那么这就是用9% 税率来做价税分离 而我们的公路票 水路票 现实中有很多都是小规模的 就是规模比较小的 那不是很大的 不是很规范的 那么就有1加3% 做价税分离啊 除以1加3% 乘以3%就行了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 旅客运输服务 进向税额的抵扣 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可以抵扣的 对吧 准以纳入进向税额 抵扣的情况 我们给大家讲到这里 对吧 接下来第二个 也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关于不得 从销向税额中 抵扣的进向税额 对吧 不得抵的 那么哪些情况下 不能抵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 用于减易计税方法的 计税项目 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 对吧 以这些 我们称之为 减免服人 对吧 用于减易计税 免征 然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的这种 购进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用于减免服人的 基本情况下 我们说货物是不抵的 对吧 然后其中涉及到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会有特定情况 对吧 通常我们的货物 是不允许抵的 要进向转出 对吧 这个进向税额 是不能抵的 我之前讲到过 对吧 他要做进向转出 但如果涉及到 其中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仅指什么呢 专用于上述项目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对吧 而且不包括一个 其他全异性无形资产 我们待会再去看这个 不包括的 扩号里的部分 让你的理解更难了 对吧 我们先不看他 就当没他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强调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专用于减免服人的 我们不允许你抵 但是如果你兼用于呢 兼用于的话 我们就准于你全部抵 我们前面是不是 讲过这个事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我们就允许你 纳入进向抵扣 全额抵 对吧 但如果你专用于 减免服人 你不给面子 对吧 那对不起 我们就不让你抵了 对吧 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 更特殊的情况 就是不包括其他 全异性无形资产 它特殊在哪里呢 就是纳税人构进 其他全异性无形资产 就各种各样 我们前面讲过的 那各种各样的权 对吧 包括什么转汇费 这种东西 其他全异性无形资产 无论你是专用于 减义计税方法 计税的项目 免征的项目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还是兼用于 我们都允许你抵 换句话说 他什么情况都允许抵 对吧 意思吗 就是你购进 其他全异性无形资产 是没有进向抵扣的限制的 随便你 用哪都可以抵 说白了 这个东西就很难界定 你购进那种 类似于这种 全异性无形资产 很难界定 你说是专用 还是兼用于 你的生产性活动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搞的是 均可以 那属于的交际应酬消费 要注意啊 你的交际应酬消费 属于个人消费 那么个人消费 对不起 不属于生产性活动 对吧 那就不属于生产经营中的 生产投入和支出 不应该拿起来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界定 那么接下来 梳理的一张表格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 不准底的这种情况 做了一个梳理 大家来看 如果你是外购的货物 从而买过来的货物 那么它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专用于一般计税项目的 我们就全额底 毫无疑问 对吧 一般计税正常底 如果你是兼用于一般计税 及减免服人的 我们怎么样 分摊底 我们可以对它分摊 对吧 用于一般计税的就可以底 用于减免服人的 就不让底 那么意思吧 第三个 专用于减免服人 对不起 不得底 对吧 不能底 那就不让你底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外购货物的情况 三种情况比较简单 对吧 接下来 如果是外购租入固定资产 不动产 外购无形资产 对吧 除了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最后最特殊的 我们先看这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专用于一般计税项目 毫无疑问 全额底 对不对 如果你兼用于一般计税 及减免服人 我们说了 也可以全额底 所以这两种情况下 都是全额底 对吧 只有你专用于减免服人 那时候怎么样 才不允许你底 对吧 只有你专用于减免服人的时候 我们才不允许你底 然后最后一个 就外购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我们说了 因为它不太好划分 不区分你的用途 随便你全额底 挨咋咋地吧 全额底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方面 一个基本的界定 关于不得抵扣的 不得从肖下税额中 抵扣进向税额的 第一个重要的界定 我们来看一个真题 20年的一道真题 增值税一般那时 发生的下列行为中 不得抵扣进向税的 对吧 不得抵扣进向税的 我们来看啊 将外购的货物对外投资 来各位 对外投资 我们前面讲了啊 外购货物对外投资赠送分配 对吧 抵债投分赠 都是要干什么 要视同销售的 对吧 要视同销售 才保证链条完整啊 对不对 你视同销售就意味着什么 你有销项 你还得确认什么 你还有进向抵扣啊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可以抵扣进向的 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 投资的是要抵的 然后无偿赠送的是要抵的 用于抵债的 分配的 对吧 都是要抵的 这就是所谓的投资赠的 这个东西 对吧 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用于免税项目 那对不起 减免服人利便的免 是不能抵的 对吧 在这个题目底下 他是不能抵的 他去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选B 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这个题目啊 接下来我们看完了第一种啊 最重要的第一大类之后 那么接下来 不得抵扣的常规的情况 什么呢 叫非正常损失 一大类都是非正常损失啊 我们来 第一个 非正常损失的购金货物 对吧 就我们写的第二点啊 非正常损失的购金货物 以及这个货物相关的什么 劳务 对吧 可能会有配套的劳务 和交通运输服务 他非正常损失了 后边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非正常损失 对吧 既然是非正常损失 对不起 我们就不让你抵了 你就要进香水额转出了 就转出去 不能再放在进香水额里边去抵扣 对吧 第三个啊 我们非正常损失的再产品 产成品所耗用的购金货物 对吧 就再产品产成品 他所耗用的那种购金货物 不包括固定资产啊 那么后边会提到这些 这个这个相关的情况 那么劳务交通运输服务 对吧 购金的货物对应的劳务交通运输服务 这些对不起 也不让你 但是为什么不包括固定资产呢 说白了固定资产多远啊 我哪知道这个固定资产能用于干嘛呢 对不对 你这些非正常损失的产成品 你用到了这个货物 你不让抵就罢了 你因为你非正常损失了 连这个机器都不让抵 那就有问题了 对吧 所以不包括固定资产啊 第四个 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 这个不动产直接非正常损失了 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那些购金货物 对吧 你在搞这个不动产的时候 耗用了一些购金的货物 对吧 什么砖瓦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吧 然后设计的服务 以及建筑的服务 对不起 都不能抵 因为它非正常损失了 这个不动产没了 这个房子没了 对吧 第五个 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 在建工程所耗用的购金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对吧 纳税新建改建 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 都属于不动产 在建工程 对吧 这个不动产还在建呢 也没了 对吧 因为各种各样的非正常 非正常损失就没了 好 那么上述二三四五项所说的 非正常损失指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管理不善 造成货物被盗 丢失 煤烂变质 对吧 就因为你管理不善 你活该 谁让你管理这不好 对吧 造成这个货物被盗了 被人家偷了 对吧 丢失了 煤烂变质了 对吧 以及因为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货物或者不动产 被怎么样 被没收了 依法没收 你违反法律法规了 对吧 被人家销毁了 被人家拆除了 对吧 就房子 对吧 这个房子影响市容市贸了 影响我们的城市规划了 给你拆了 对不对 那么依法没收 销毁拆除的情形 这些非正常损失 是由纳税人自身原因 导致的征税对象 实体的灭失 为了保证税负的公平 其损失不应该由国家承担 讲的特别的高大上 是吧 因而纳税人 无权要求抵扣 净向税额 那正常损失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的 非正常损失 管理不善 违反法规 对吧 那正常损失的 就是运输途中的 这种合理损耗 我们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 肯定会有一些 合理的损耗 对不对 然后生产过程中 会有一些合理损耗 投进去没产出的 对吧 浪费的这种东西 有的 对吧 合理损耗 因为自然灾害 就不可抗地的这种 地震洪水等导致的毁损 那就不是非正常损失了 对吧 说白了 这事我说了不算 对吧 老天爷跟我过不去 那我怎么办 对吧 没办法 老天都在针对你 对吧 那你就接受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这种 正常损失 非正常损失 区分开来 非正常损失的这种镜像 不能离 好 上述四五项所称的货物 是指构成不动产实体的 材料和设备 包括建筑装饰材料 和挤排水 对吧 采暖 卫生 通风 照明 通信 煤气 消防 装空调 电梯 电器 智能化的楼宇设备 及配套措施 都够 配套实施等等 都包括在那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个 作为的过程中 还剩下几个大远种 不让你抵 哪一些呢 贷款服务 放在第一位 我前面反复提及 对吧 贷款利息是不允许 纳入进枪抵扣的 对吧 但是呢 从逻辑上讲 是应该纳入的 它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 我干嘛呢 我不是为了 生产经营活动 我去融资干什么 对不对 融资用来消费吗 脑子有病啊 对不对 花那么高的利息 所以这个地方的贷款服务 应该是跟你的 生产经营活动 直接相关 过去不让你抵 完全是为什么呢 因为减税规模受不了 因为贷款利息的减税规模 还是蛮大的 它是一个制度性减税 对吧 常态化了之后 就是你所有购进的贷款服务 你贷款利息对应的增值税 可以纳入进枪抵扣 这个对纳税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多意思吗 而我们现在增值税 立法里边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将来 是要纳入进枪抵扣的 但现在你记住了 还是不让抵的 这是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 包括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 都是明确告诉你不让抵的 但是我提醒大家 在新的增值税法落地之后 这些地方也会发生一些 细微的变化 但是为了防止干扰大家 我就不说了 但如果实务中 你们要关心的话 将来你们可以去看 增值税法落地之后 是什么样子 总之你知道 我们这种餐饮的 出去吃饭的 没法证明 跟你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 对吧 居民日常服务 就我们前面讲的 然后接下来娱乐服务 有人说没有这样的娱乐服务 不跟他搞好关系 我这个订单就拿不下来 跟我的生产经营活动 直接相关 那什么都跟你相关 整个世界都跟你相关 就沈腾那个小品说的 人和大自然关系非常微妙 东非大猎谷 可能也跟你这个坑有关 就这道理 你要按照这个来讲 就是大家都相关 我跟你都相关 几百万年之前 大家都是猴 大家都是再往前 都是草绿虫 都是鱼 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不可能无限制的扩为 那么制度一定是要有边界的 现在来看 我们就是这几大类 是明确不能进向抵抗的 要严格记住 一定要注意 它跟生产经营活动 很难证明相关性 但是其中比较特别的 就是贷款服务 确实跟生产经营活动很相关 我也跟你解释了 为什么之前不让你 是因为减税规模 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财力不允许 将来是一定要做的 第七个 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 向贷款方所支付的 与该笔贷款 直接相关的投融资的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等费用 其进向税额 不得从销向税额中抵抗 为什么 同样的道理 因为我前面说了 贷款服务不让抵 贷款利息不让抵 于是就有很多 特别机智的网友 对吧 吃瓜群众开始出搜主意了 说这种事 我们绕一下不就完了吗 我不叫利息 我叫什么呢 我叫投融资的顾问费 本来是六个点的利息 对吧 咱们拆成两部分 对吧 两个点的利息 四个点的顾问费 行不行 两个点的利息 不让抵 四个点的顾问费 对不起 我也不让你抵 对吧 我叫赌漏洞 手续费 咨询费 随便你什么费 总之跟这个东西相关的 跟你投融资相关的 我就不让你抵 因为我贷款利息 不让抵 听到意思吗 但是贷款利息 将允许抵了之后 这个事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补充规定 来赌漏洞的 第八个 提供保险服务的纳使人 以现金赔付的方式 前面讲了 我们用实物赔付的 允许抵 而以现金赔付的方式 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 将应付给保险责任的 保险人的这个赔偿金 直接支付给了 应该付给这个 被保险人的赔偿金 他直接支付给了 车辆修理的这个劳务提供方 不属于保险公司 去购进车辆修理劳务了 这就不属于他直接购进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进向税额 不能从保险公司的 消向税额中抵扣 所以从税的角度来讲 保险公司应该更喜欢怎么样 更喜欢直接向这个车辆修理的 这个服务提供方 就是赔偿店直接购买什么 用实物赔的方 赔付的方式 直接购买这个服务就行了 对吧 购买这个劳务就行了 可以纳入进向抵抗 是吧 那时候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 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现金赔付 不能抵 劳实物赔付可以抵 好 对比我们前面讲的实物赔付 一定要注意 喜欢考你啊 对吧 也是可以考的 对吧 直接问你一句啊 这个题目里边出现的这种 用了实物赔付的 我问你能不能抵抗 解释一下 说明一下 对吧 或者用了现金的 你给我解释一下 好 第九个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 如果兼赢了减益计税方法的计税项目 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而无法划分 不得抵抗的进向税额 我们先说了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 如果你兼用了 对吧 兼赢了减益减免的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划分你的进向税额的 对吧 到底是用于哪个部分啊 用于哪个部分 你用于减免的 你就不能抵 对吧 用于我们这个一般计税的 当然就可以抵 但现实中 如果无法划分的 那我们就给你一个公式 让你去分吧 对吧 就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 不得抵抗的进向税额 就告诉你 用这个公式来算一下 哪些是不能抵的啊 不得抵抗的进向税额 就等于当期无法划分的 全部进向税额 乘以当期减益进税方法 进税项目 这个销售额 和免征增值税的项目的销售额 除以当期的全部销售额 能理解吧 就说完了 减免的销售额 比上当期的全部销售额 看占比 比如说占比有20% 那么当期无法划分的 全部进向税额 可能是1万块钱 从1万块钱里面 乘以这个20% 就意味着这一部分 是用于什么 减免的 就不能怎么样 抵抗 剩下的都能抵 可以理解吧 很好理解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划分的问题 主管税务机关的 可以按照上述公式 依据年度数据 对不得抵扣的 进向税额 进行一个清算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那时人来说 进向税额的转出 可能是按月进行的 但由于年度内 取得进向税额 它很可能是不均衡的 对吧 就说白了 1月份 购进原材料很多进向 2 3月份都没进 对吧 没有进货 然后到了4月份 又去买原材料 买进向 对吧 去投资 买了设备等等 对吧 进向税额是不均衡的 有可能会造成 按月计算的进向税 减出和按年度 计算的进向税 转出会有差异 所以主管税务机关 可以在年度中了 对那时人进向税 转出计算公式 进行整个的清算 对吧 对相关的差异 进行一个调整 到底应该转出多少 对吧 就可以了 第10个 一般那时人 已抵扣进向税额的 不动产 发生了非正常损失 或者改变用途的 对吧 就是已经抵扣 进向税额的 这个不动产啊 我已经允许你 拿入抵扣 但是这个不动产 怎么样 这个房子发生了 非正常损失 或者是被人家拆除了 对吧 拆迁 你刚好这么巧 是吧 或者改变用途了 你直接给他改变用途 没有用于我们 正常的生产进行活动 是吧 专用于我们这个 减免服人的这个项目 你专用于减免服人了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就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 不得抵扣的进向税额吧 对吧 按照什么公式呢 就是不得抵扣的进向税额 就等于 已经抵扣的进向税额 乘以不动产的什么 进制率啊 因为你之前的进向税额 我们说不动产 一开始是分两年底 后来直接一次性底 说白了 已经抵扣的进向税额 说白了 针对的是整个不动产 可能都已经抵掉了 对吧 那这么多的进向税额里边 有一些是多抵了的 因为你现在非正常损失了 要转出一部分 对吧 所以不得抵扣的 那个进向税额 就等于什么呢 看你现在剩下的 这个非正常损失的 或者是用于 减免扶人的到底还有多少 就是你个所谓的 不动产的进制率吧 对吧 用你已经抵扣的进向税额 比如说一万块钱 乘以不动产的进制率 还剩了30% 那就意味着 这里边有3000块钱的 进向税额是不能抵的 对吧 要转出去啊 好 不动产的进制率呢 就等于不动产的进制 比上不动产的原值 就像我刚才讲的 原值一万 对吧 原值可能是10万块钱 对吧 现在呢 净值可能就剩3万了 对吧 一算好 只剩下这个30% 就这个概念啊 没问题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接力 第十一个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该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 来计算应那税额 不得抵扣进向税额 也不得使用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说白了要惩罚 对吧 什么情况呢 一般那时候会计核算不减选 你好意思做一般吗 或者不能够准确提供税务资料 丢不丢人 对吧 你都不配 但是呢 没办法 你的销售额到了 你就必须要做 做了之后呢 你发现你的会计核算都不健全 对吧 都不雇一个专业的会计 帮你来做账 那不行 第二个 应当办理一般那时候人资格登记 但是逾期没有办理的 不办理 对吧 那对不起 对吧 我们就不允许你抵扣进向税额了 按照你的税率直接征税 不让你抵进向 也不让你使专用发票 你的下家也拿不到专用发票 那谁跟你做生意呢 你作为一个一般那时候人的尊严在哪里呢 对不对 要不要脸呢 就是逼你嘛 对吧 惩罚 第十二个就是财政部 国家事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是我们说的 不得从销向税额中抵扣的进向税额 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考题 大家来看 增值是一般那时候人发生下列情形 所对应的进向税额 可以从销向税额中抵扣的是 二二年的一道 我们考生回忆的一道真题 伪张建筑你是伪张建筑活开 对吧 说白了非正常损失 那么这个是可以吗 不可以 对吧 不可以抵啊 B选项 同时用于征税项目和免税项目生产 而购买的固定资产 这叫什么 兼用的 对吧 既用于征税一般计税方法 又用于减免扶人 那么OK 它是可以抵的 而且是全额 是吧 C 因管理不善造成毁损的在产品 所耗用的原材料相关的运费 对不起 管理不善 非正常损失 D 现金赔付方式下 保险公司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 直接支付给了汽车厂 对吧 4S店汽车厂等等 不行 对吧 如果是实物赔付 OK 对吧 正确单选B 没问题吧 好 非常简单 好 第三个小问题 就关于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的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方面呢 过去五年考过一回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吧 异常凭证 第一个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我们就给你列入异常凭证的范围 我们首先看一下 什么就会列入异常凭证的呢 第一个 纳税人丢失 被盗税控专用设备中 没有开具 或已开具未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这显然是有税收流失风险的 对吧 他还没开呢 或者是开了怎么样 还没上传呢 那像这样的一些 你被控 你这个专用设备 税控的专用设备被盗了 对吧 那是将来会有流失出去 做虚开的这种风险的 对吧 所以这里边要注意什么呢 就如果你是什么 已开具且已上传的 这个地方是未上传 已开具且已上传 说白了 信息已经上去了 那就没有税收流失的风险了 对吧 那那种情况下 就不需要列入异常凭证 那这种时候 对不起 就要列入异常凭证 对吧 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 实际上是考过的 第二个 非正常户的纳税人 非正常户 未向税务机关申报 或者未按规定缴纳税款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那肯定给你列入异常 对吧 第三个 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 几何比对发现 比对不符 对吧 缺脸 作废等这些方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肯定是异常凭证 对吧 然后第四个 经国家税务总局 省税务局 大数据分析发现 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存在什么呢 涉嫌虚开 未按规定缴纳消费税等行情 对吧 要么虚开 没有按照规定缴纳消费税等等 肯定是异常 对吧 第五个 商贸企业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被离的 对吧 就你商贸企业购进的这个东西 跟你销售的货物的名称严重被离 生产企业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 且无委托加工 或生产能耗与销售情况严重不符等等 现实情况中 说白了 都是有虚开买票的行为 对吧 你比如说商贸企业购进 和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被离的 前几年 深圳税务局搞的一项大案 破的一个大案 说某一家某个企业呢 这个一堆镜像票是什么呢 水果 但销像是什么 电子产品 对吧 就弄了一堆水果的镜像发票 卖的是电子产品 你怎么解释啊 对吧 你这个水果跟你的电子产品之间 原材料是怎么建立起关系来的 后来有人出来说什么呢 说这个人家进的不是水果 人家的镜像是苹果 对吧 苹果是镜像 然后销像是电子产品 听起来蛮有道理 对吧 因为苹果本身也是电子产品 对吧 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你们也可以进一项是小米 对吧 你销像也可以是电子产品 对不对 小米也是电子产品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说白了就是一些调侃 那这就是名称严重背离 有问题 对吧 或者生产企业没有实际相产功能力 或者无伪拖加工 或者是生产能耗与销售情况 严重不符 对吧 就是你的用电量 你的用水量 跟你的销售情况 跟你的销售额严重不符 说白了有隐移收入的 这个企业异常行为 对吧 这方面呢 这两年通过我们这种金三系统 未来要实现的金四 对吧 金税四系工程 我们搞这种什么 用电量用水量 这种数据交叉比对 来发现企业的这种 藏收入的情况非常多 对吧 你像有一家企业 卖油漆的 卖油漆的 然后呢 最后怎么发现 他们隐移收入呢 就你去看他的销售额 看他的票据 看他的这个库存 都能对得上 对吧 他是怎么藏收入的呢 说白了怎么暴露的 就是用水量异常 对吧 就他用的那个水啊 按照正常的油漆的配比 他不应该用那么多的水 或者反过来说 用了那么多的水的话 他就应该卖更多的油漆 懂我意思吗 说白了 有现金收账 私底下交易 然后隐秘收入的情况 对吧 然后就税务局 就通过这个数据 捕捉到的信息 然后问企业 你给我解释一下 对吧 你们家用了这么多的水 只卖了这么点油漆 对吧 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有异常啊 对不对 你们家能特别能喝 一堆水货 喝的 对吧 没法解释啊 明白吗 用了这么多的电 你怎么解释你们这个能耗啊 说你们家开空调 对吧 空调的能耗这么高 没法解释 对吧 或者购进货物 并不能直接生产 或其销售的货物 且委托加工的 你购进的货物 并不能直接用来生产 你所销售的货物 进销项部匹配 并且呢 没有委托加工 如果你自己生产不了 你委托加工也行 你没有委托加工 对吧 以及直接干什么呢 简单粗暴走投失联了 跑了 对吧 不纳税申报 或者虽然纳税 虽然申报了 但通过田列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的相关栏次 来规避税务机关的 这种审核比对 进行虚假申报的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异常情况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增值税的一般纳税 申报抵扣异常凭证 同时符合下来情形的 其对应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也列入异常凭证的范围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你申报 抵扣异常凭证 同时符合下来情形的 你对应开具的 你去开具的 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会被列入 异常凭证的范围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第一个 异常凭证 进行税额累计占到 同期全部增值税 专用发票 进行税额的70%以上 七成以上都异常 你太有问题了吧 对吧 你这个上家 这么有问题 你能好到哪去呢 对不对 然后异常凭证 进行税额累计超过多少 五万元的 对吧 我们就认为 你也有问题 对吧 你的上家有问题 你就有问题 你有问题 你接着来开出来票 也有问题 列入异常凭证 对吧 环环相扣 然后那是上未申报 抵扣上未申报 出口退税 或已做 进行税额 转出的异常凭证 其涉及到的进行税额 不进入异常凭证 进行税额的进化 还没有顶扣的 上未申报 出口退税的 对吧 已经做了进行税额 转出的 那就不需要进入 第三个 增值税一般大使人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 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来处理 我们来看 怎么处理呢 就你异常凭证了 怎么处理呢 第一个 上未申报抵扣 增值税进行税额的 暂不允许抵扣 如果你还没抵呢 我就不允许你抵 已经申报抵扣的 除了有规定之外 一律做进行税额 转出处理 一律要求你转出 不能抵 第二个 上未申报出口退税 根据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做著名的增值税税额 做进行税额的 转出处理 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 纳税人已经办理 出口退税的 税务就应该按照 现行规定 将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 已经对应的 那个已退税款怎么样 追回 对吧 免退税直接把那个 已退税款追回 而前面的那个免底退税 后面要去讲 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他的进项要做 转出处理 纳税人因为 骗取出口退税 停止出口退免税 期间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 参照我们前面的第一项 来执行 好 第三个 消费税纳税人 以外购或委托加工 收回的已税消费品为原料 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尚未申报扣除原料 已纳消费税款的 我们就暂不允许抵扣 因为消费税 也会涉及到一个抵扣的问题 允许抵扣的消费税税款 它不是一个所谓 进项转出的问题了 就要充减当期允许抵扣的 增值消费税的税款 如果当期不足充减的 应当补交税款 说白了 我们当期可以去 充减的消费税 要去抵扣的那个税款不足 那怎么办呢 你就得补税 说白了 你之前是不应该抵掉那个税 你得补税 第四个 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的纳税人 纳税信用等级A级的 我们一般都是要开绿灯的 给VIP待遇的 如果他因为意识大意 或者怎么样 取得了异常凭证 并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 办理出口退税 或者抵扣消费税的怎么办呢 可以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 至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核实的申请 你可以去核实 说白了 我还是信任你的 你是A级嘛 对吧 也许是这个地方 我们误会了呢 经税务机关核实 符合现行增值税 进向税额抵扣 出口退税消费税抵扣相关规定的 可以不做进向税额转出 追回已退税款 充减当期允许 抵扣的消费税税款等处理 就不需要做这个处理了 人家正常的去做就行了 对吧 好 那是人如果逾期未提出 核实申请的 那对不起 期满之后就要参照 我们前面讲的一二三 正常的来处理了 说白了 我对A级的 我是开了一个绿灯 给了一个VIP待遇 让你核实一下 我还是信任你的 但如果你不给面子 不是抬去 没有提出核实申请 起码之后 我们就正常处理了 第五个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认定的 异常凭证存有意义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核实申请 经核实 符合现行资费税 进向税额抵扣 或者出口退税相关规定的 可以继续申报抵扣 或者重新申报出口退税 符合消费税抵扣规定 且以缴纳消费税税款 可以继续申报 抵扣你的消费室的税款 就可以了 第四个 经国家税务总局 税务局大数据分析 发现存在涉税风险的纳税人 不得离线开局发票 对吧 因为通常的 我们这些纳税人 是可以离线开票的 你在线开离线票 离线开都可以 但这种情况下 不让你离线开局发票 防范风险 其开票人员 在使用开票软件 是应该按照税务机关的指定方式 进行人员身份信息的实名验证 第五个 新办理那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 这个这种纳税人 自首次开票 至起三个月内 不得离线开局发票 就是这个时候还不够信任 对吧 首次开票起三个月内 不能离线开 按照有关规定 不使用网络办税 不具备风险条件 那种特定纳税人就除外 好了 这个方面我们来看一道真题吧 20年考虑一道真题 下列情形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 有哪个 对吧 列入应该列入 我们来看一下 并上传的注意 我们前面说了 要么是未开局 要么是已开局没上传 会存在一个税款流失的风险 对不对 现在是已开局 并且已经上传了 那这个数据就不存在一个风险的问题 所以A 不会列入逆常凭证 明白吗 所以A不对的 这是一个选列入的 多选题 B 经国家社会总级大数据分析发现 那是未按规定 缴纳消费税的增值税 专用发表式的 对吧 没有缴消费税 那么这个是要列入的 C 非正常户的纳税 刚才讲了 未向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税款的增值税 专用发表 没问题 D 经国家社会总级大数据分析发现 纳税设限虚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表 毫无疑问 BCD 都是要列入异常凭证的 没问题吧 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关于第二个部分 我们 进向税额的底扣 就跟大家讲完了 我们下期见